抖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亚伟 我是何鹏 这是一场我们的超级赛 自由摩执超级赛 本土选手卢东强 韩国选手金中兴 两个人踢得很猛了 他分开这时机涨了 对 分开这时连续出拳 进攻对方 而且要打转的 而且拳法的浮动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鼓声撞扬 延续驻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再来 没有三点着地啊 对 没有三点着地 就没法读秒 如果这个是三点着地的话 会有 估计裁判会有一个油热啊 确实那个很重 你看金东西 又是下高晓 这下 如果再早能0.01秒 有可能就不一样了 电光火势之间 又是下载 这次踹的是中钻封锋 再来侧串 平方 那个时机掌握得非常好 对 看准 看准连续的 对 再来 避到角落了 又是连续的前手 平方得手 再加几步好几下 对 高槽 高槽 好 同样的高槽 卢顿强已经用了很多次啊 加轻重 对 好 又是侧串腿 但是侧侧腿 效果明显 但是我们知道侧串腿这个 这种腿法 跟相对于其他的腿法流 确实有点耗体力啊 没错 因为他带动的肌肉数目实在太多了 对 固定的膝状连续 再来一下 再继续 继续 因为他已经把对方头压得很低了 再来一下 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因为对手有了一个侧身的动作 所以裁判及时的就是终止了一个 如果他连续再加一个的话 效果会更好 没错 一击漂亮 击倒了 但是我觉得像是有效的 因为在我们的规则里面 有允许有一个 flash knockdown 然后闪电击倒之后 马上根据厂才来决定 如果你被击倒以后 你神情是涣散的 裁判会读秒 或者是裁判在你被击打那一下的判断 这是真 啊 张伟 这一下受不了了 他必须得回到 那个 白色角落 所以说如果你熊时跪着了 提早回去的话 就让对方休息 哦 这就是在上前了 漂亮 漂亮 其实我们一直刚才听到厂下在指导 有时候低扫低扫 因为他们看到两个人的腿上的肌肉群完全是不一样的 韩国选手是偏细一些 所以支撑力量可能会弱一些 就刚才我们说韩国选手 他的抗击打是在头部 对 你怎么踢怎么打他都没事 结果卢东强终于找到他的命门 就是原来你的命门是在腿上啊 不是在头上 对 这个戏法那两个戏法 对很有效 就是卢东强试了四个回合终于找到了 弱点 对手的弱点 终于找到对手的命门了 好 恭喜卢东强 我们的主场选手 几乎裁判在定 在加持赛KO获胜